今年迪密塔尔音乐节的主题是阿玛奇哥人的音乐 早在阿拉伯人于七世纪将伊斯兰带入北非之前 阿玛奇哥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几千年了 音乐节总指挥巴奇德说 这个音乐节为摩洛哥各个族裔的节日增添了色彩 摩洛哥像一幅拼换它融合了非洲各地的文化 其中也包括阿玛奇哥人的文化 我们庆祝各种文化的节日 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摩洛哥的财富 摩洛哥去年修改宪法 一度遭到排斥的阿玛奇哥语言 塔玛塞特语和阿拉伯语一样 成为摩洛哥的一种官方语言 而专门演奏阿玛奇哥音乐的伊珍扎伦乐队 在成绩了22年之后重返音乐节舞台 大受欢迎 我们的歌词被几代人传唱 不管是迪米塔尔音乐节还是其他音乐节 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音乐节艺术总监马兹内德说 历时三天的音乐节不仅是为了介绍和传播阿玛奇哥音乐 而且还让摩洛哥人有机会了解其他音乐 迪米塔尔音乐节欢迎世界各地的音乐 在这里你既可以听到最优美的阿米奇哥音乐 同时也能见到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 音乐节的高潮是伊拉克作曲家兼歌手萨赫尔的音乐会专场 萨赫尔的光碟已经卖出了三千多万张 我邀请了一些优秀艺术家一起唱《布拉克》这首歌 献给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 这首歌向所有的年轻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这就是愿真主保佑他们 愿和平的阳光普照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